我是肯定 記得拍給我 那等一下點名 你看到你名字被標綠色的 要記得找我課後補導 還有人問課後補導幹嘛 你以為你有幹嘛 幹嘛就是把你不懂的弄不懂 要講出個所以然來 那你還想混過去我的客人 我的官是混不過去 我的課好混對不對 你愛不愛來 反正我們都講過 不來就是0分嘛 請假40分 課前告假45分 對啊 你不會一直影響 你只要算好就好 可是你要過關 你要有真材實覺 講出個所以來 不是光死背一背答案 知其人 相結是你對不對 現在滿分就是93啦 剛剛一直講過了 因為經不起考驗 你們幫好像都還沒80 我從來沒有一屆那麼兵分的 人家都有拿90 破百的都有 我說加分以後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加分之後 都還沒有80還是90的 這太誇張了 當然我在給你們搬的事情比較有時間 可能抓的比較遠 也有差別 你們大概也不會差那麼多 你們都可以拿90 你們再拿80 不要殺人家40 加5 你剛剛還有講話對不對 對啊 這個沒有上限講越多 又跟柯文有關 不是講對了 當然講對會比講錯的得出高 很公平 講錯也有啊 對不對 你不肯講不是只有140喔 對不對 所以你要注意上一次 上一次我好像要你再動分桌 我回去還會改 那教你明明很多 我怎麼才跟你這些 你還是可以來跟我討 再來 對不起以後每一次點名就要再囉嗦一次了 因為 你看這一定是你們今年這一屆 你有沒有反應這個問題 你說我要怎麼辦 起中場教學意見調查 你以後見兩名是點名 我在學的講目標 這樣好了 那會發這個勞召的一定當場在被點名的嘛 對不對 我好 對不起 其中一個地方 剛剛跟各位講的就是這個 進度緩慢 沒錯 可是這個我會注意的 謝謝你 題外話 未必是真的題外話 要請你諦討 好好的品味賞心 這個是你們班的 26 不是 你們生08的 你們生26 你看 有的同學還是有發現 或者那個 當然你以我的私心 我要教的當然就是這種同學 你要這樣才真的有學到東西嗎 所以班沒有 別讓我知道的是什麼 可能都負面了 就不具體 就不合理 不一樣 太慢 好 進度太慢 進度快 你考得好嗎 進度慢 你考得怎麼樣 都不問這個 只在乎進度 你進度是要去幹什麼 期末考不是我出題 可是是我給分的 還是我該考變的 等到我進度慢 我也沒教的扣你分數嗎 送你分不要 還要快一點 隨便 小個進度安樂 評分方式不一很不公平 我想還是講上課吧 應該不是期整 期中考才剛發嘛 這個應該是事前一切 所以每次我要再講 你覺得不公平 拜託 隨時反應好不好 當然我不是叫你不要發表這個 既然你有這個意見 那你一定有這個情況 有情況你覺得不公哪裡不公 你要反應啊 是不是 都不跟我講 那你要我怎麼做 這個一定 我是在我時候火搭了乾脆以後廢除 我平常會分 那更慘以後 誰行為就憑我 只有行政 平常成績38看我怎麼給啊 除了另外一半是女席做的 不是更慘 那反而這樣 平常這樣公開的 你覺得不公反應嘛 那你又不公反應 只會寫那個教學 有點很匿名的 你要我怎麼蓋起 那給你加分 念課文什麼 你都不願意 然後在那氣教不公平 你來教教看 你來可以看上課分數 你看你怎麼可以公平 你又不是來這給上課分數 是來教書的 教書是主要的 又不是雲分是主要的 這才佔15% 那麼在乎這個我就搞不懂 甚至自賺到人不來寫的 另外15%我不在乎 而且請示我 到每次在提醒你 不公馬上來反應好不好 你要我怎麼辦 你又不想我認識你 你想躲起來 然後再放冷天 對不對 你覺得不公要怎麼樣才公啊 你當我多認識你 我就會給你公平一點 我就會給你加分嘛 你只怕被我認識 被我盯對不對 要做什麼 還是不敢做 把他做給扣分 通常是這個心理嘛 我為什麼 喜歡放冷天 要在那喊風 你們教教我 到底是什麼心態 會這樣 是不是 我這個有實境就路然 囉嗦幾次了 就是不可能反應 還是留這種點 疑解 這一定是不公的嘛 這主觀的怎麼會公 可是我也是憑良心公啊 那一定會有誤差 你真的有誤差 你要輔助我啊 平宏 對不對 一定是要這樣 我們三次也這樣 可是你都不講話 我也只能這樣 然後你課後自己要輔導 對不對 我懂啊我懂得到懂 可是上課認證就可以過關了 留意 誠言 我幫我自己幫我都沒辦法 我要提我的印象給啊 有不公 你自己要的跟我反應 私化也是 你是第一起來 第二起來我都知道 現在都會很低分喔 很沒印象就七開頭了 確定你都沒在上課二了 這個價格是六了 是這樣喔 不公雖私反應好不好 我得憑良心給分數 你絕對不是看頭爽 可以能故意見 皇上別忘了 你的世界也許是在人 我的世界是有上誼在聽著 阿密仇人都在聽著 我們是光臨看著我 皇上別忘了 你的世界也許是在人 我的世界是有上誼在聽著 有上誼在聽著 有阿密仇人都在聽著 我們是光臨看著我 皇上別忘了 你的世界也許是在人 昌月 唯中 凯靖 所以被我看到 你有講話對不對 你看他答的也不算錯喔 對不對 只是未必很好 是不是 可是我不會一下給那麼多啦 雷靖好不好 越多我們再叫 你看這樣又差幾分啊 他80我90 這樣一下差40分 你不要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動 都有錄影為證的嘛 都有上天堂安以後都在看你 想得清楚 按正確好不好 大家都憑良心各式 不要憑喜好 這個老師不信我 上一次不是看那個天堂與地 那個老和尚故意激怒他 他心就動了 人家往地一鑽了 你知道嗎 那我也沒有故意激怒你 你只是看我不爽 不要發那個牢騷 甚至搞不定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說的 來 缺了微軒 有任何的即時反應 你不要在課後或是學期 或在那個教學意見 反應到時候也晚就會咬了 除了嚇人起來呢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月雲頭 你除非說跟我反應我扣你分數 我給你分數很避秘 你再不敢講話 什麼都沒有 你反應只會變成加分啊 你會扣你分 為什麼老師要在那放人間 你再不敢講話 電庭 剛剛還有看到 純陽 英靈 甄銅 看到沒有名字有綠色的 優先 不是沒綠色的就不用了 也不是有綠色的是考不好的事 如果是考不好的標示還得了 有個商人次尊嗎 就是要於目混出嘛 你自己問心這個很卡進門的 沒有標綠色的 還有個位數的喔 我為什麼標 分數拿個位數還是拿十幾分 說難聽就是我對你放棄啊 因為你也對我也放棄 他要理我我何必理你啊 大家都沒空 你不想學就公事公辦吧 你想學學不好我們才會特別翻書嘛 只要你想混或怎樣 你就要以為我沒有標的就是很好 不是 是他 湘庭是你嗎 明軒 小房沒看到 星穎 彼儒 我留在齁 氣修了就是飆紅的啦 方氣選修啦 知靈 靈塵 相迎著後面 我還是有看到 星羽 有個星羽不在 紅軍 在齁 一安 我會看你曾經第一 又蠻用心的 也許我就會比他分數高一點 幫他補一補 也許他的用心還沒有你用心 什麼我打分他是彈心要顧慮很多面的 是不是 你發現你感覺大概有幾個 我教我給他84人 85人 大概60人 你救我 我能救盡量救你 盡量給你分 讓你自己用 平手房不在 順心 就剛剛那個對不對 你沒有講話 就不能這樣對吧 對不對 想放才能破壞 我已經 終於會齊修了 一氣 心靈剛剛有來問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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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有時候可能是只是看不到 印象少我就會得多了 有時候是沒印象 可是想說你還蠻乖的 好像是蠻用心的 不過就假設你有用心 那也許你那時候在滑手機 被別的同學看到 所以他就覺得怎麼滑手機 還比我的用心 那就是這樣發生的話會 懂不懂 剛好你滑手機我給你看到 嗯 林軒那個時候認識嗎 林軒剛還叫 可是你沒講話對不對 沒有發聲 彥華剛剛有這幾個課都看到 郁豪 郁彥華嗎 沒讓出來 郁豪 陳奕華不在齁 郁昕 立民 這個意思 那記得抓鏡頭 不會手摔的那個 郁智 陳奕智 那個名單不要到齁 黃玉彤 不在齁 三聲 黃玉彤 圍城 圍城沒有發聲喔 有 有 你剛剛有出聲嗎 有 對 睡覺 所以要幫助我齁 可是我會忘記嘛 除非我回去看了實境教NEO 可是要記得是誰發聲 我會 睡覺130 對不對 120齁 這兩次好像太多了 現在可以延一點嗎 不能這樣你可能隨便少 等你可以一直講啊 就一直講 對不對 立江 不能一家給保 那麼多 綠線念課文對不對 那你就可念 拜神 畫越多 分數越高嘛 不要講錢話就好 黃玉姐太多了 以前都給200 今天少一點 好 來吃一下 教育石 不在齁 千惠也不在 陳立群 不在齁 張浩群不在 胡家臣 要休息啦 他剛剛也有上頭的氣象 這就低了 黃明偉 黃明偉也不在 八選也不在 袁廷 八選不在齁 李元廷也不在 這裡看 看到 施加 要施加 不在 別光轉心天 要吸收了 好吃要跑得出來 好像是最高很好 好像之前都最高 這個可以講 算是合 這是好吃 對不對 這樣可以給他高一點嗎 因為他考得到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沒弄錯 你七十幾呢 快八十了對不對 對吧 你們九十三是因為 我不確定你考出來怎麼樣 人家考得出來 當然他以前拿九十八 現在拿九十六好像扣分了 好啊就九十八嘛對不對 你考得出來就維持高分嘛 考不出來 可是有些是我沒印象 但也許你會覺得好不錯 你要跟我討好 我是對他比較有印象 就不要再說我對漂亮的女生還有印象 好不好 雖然你長得不錯啊 開玩笑 李立平呢 哇 你看提卡上面不是都這樣 我沒有印象 沒有 這樣也太傻了 你應該九二三 佳英是剛課後對不對 所以被盟主文招得怎麼都好一點嘛 所以我還怕人家說我為什麼要照顧你呢 我是怕打擾你 李承翔沒來齁 事安不是這樣 責良 事安不是這樣 玉璃節 坐那麼遠拿著考卷 考卷你不懂要問到懂嗎 比你高一點好 因為你有抬頭幾次 就要喚醒你的良知 該做什麼做什麼 學生該做什麼就做學生該做 就說現在大家都混 大家都你只要問學生該做什麼 不要管大家 大家都會死了 死後怎麼辦 他說上帝問你學生該做的人 你有沒有做好本分 以後你畢業了 老師怪政府 怪誰 本分不做好 他說去上帝那裡照給你 你的本分有做好嗎 大家都是言語令人 自己不做好本分 要去要求人家本分做好 我很像你們今天進度很難 順便講 當閒話來的課 昨天就是貝克都一起讀總實驗秀 我們先當課門 超強的對不對 瞄一下 因為講到不熟本分的 你有興趣看那個實驗秀 我就不跟你看很討厭 實驗秀錄哪一段 你看這個 我們才笑他嘛 不選台灣型 不選鹿港型 不選台北型 不選上海型 不選上海型 不愛什麼 抱著謀道 你看看到這個還得了 就有一個同學你們的學姐 對不起我洩漏性別 反正那麼多學姐 他說 叫你們讀如何想成新駐和正確 他就批判人家思想荒謬 他的理由是怎樣 他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 一個台灣人自稱他台灣人還會講台語好 然後在大陸工作 好像還在公家部門排行工作 所以被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的祖國中國 他就抓到這一點 聽到這個還說他是台灣人 愛台灣 大陸是給你多少錢 給你這個好處 我請問你 就是不讀如何想得清楚 一開始我們講奇異 他舉一個例子 你看一臉盲人都不很多 兩個人在討論平等 平等的定義是個人不同 所以有的人什麼叫平等啊 我問你人和狗怎麼平等 可是現在要平權 是不是愛護生命 這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也要愛護狗的生命 這時候叫平等 其實每個人對平等的觀念或定義也許不同 一樣啊 祖國哪裡錯了 因為你可能被本土的或怎樣洗腦 祖國就等同於中國 中國又等同於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去朝那史料 清朝人唐朝人也叫中國啊 那怎麼辦 那個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為什麼腦袋那麼死呢 已經被洗腦了自己不知道 還大棒覺得 結果他自己考試拿幾分 十分都拿不到 去怪人家台灣人有沒有愛台灣 那你學生有沒有做好學生的本本 那台灣人好啦 即使他沒有做好台灣人的本本或一 那你學生有沒有做好你的本本還沒有 那你喜歡管別人 那自從人 有一句實話說 自己的鬍子都刮對不對 要刮別人的鬍子 自己鬍子都刮 雖然是女生的鬍子 看到這個不發瘋了 大學怎麼可以選這個 我的祖國 我的祖國台灣不行好不好 你建設台灣獨立也可以講我的祖國 祖國還有祖國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看到這些四人家發了瘋了笑一樣 這就怎樣 腦袋已經僵化了 那這是不是對字詞 剛剛才學讀文 百話文也一樣 不是光耀唸 字詞要有臉 臉類聯想 你不要死在一臉上 一定是什麼樣 像剛剛不是講搖籃嗎 你想要睡覺對不對 這樣的搖籃就不只是搖籃窗 你腦袋就慢慢開了 不會死在一臉上 祖國就一定是那個祖國 中國就一定是那個中國 都沒有別人 那你再帶回這個情境 那個人真人是投共了 不愛台灣了 你再去批名 不能說他講那個話 好像抓到毋無間列信息 抓到他的法庭了 真的抓到了嗎 就好像上一次跟你們講 你們考那題 剛剛有同學問過急推廣的謬誤嗎 他沒有真正抓到市政 你就覺得他抓到一點就是 你就是這樣 是不是過急推廣 一樣到教天內 好像有看到 是還是精神怎麼樣 你許要打工或什麼的 只有你們有些可能 非要打工或怎樣 自己更要安排時間了 所以也許上課 你根本都沒辦法高科 你課後時間更要把握 總之大學是很自由 你要把你該學的學好 不一定在課堂上學 所以不是來這裡點名 大家用心聽歌就給你過關 你要學到東西就能過關 翻譯在哪裡學 你考試記得來考 有本質有就要給你過關 沒有說來上課才能過關 你自己怎麼打工那個都不是理由 自己就要把自己時間調配好 那該學學完就OK啦 我幫你做什麼 又你也不在 我也不在 繼續吧 進度慢 對不對 我們再一點 我再少廢話 反正有石金秀了嘛 對不對 超重點講的 這個後面 和黃黃 我們說像那個東西會黃的 黃掉 像一張紙變黃了 是不是比較舊 這就表示有舊 他後面也會提到老上海舊上海 我問你 你會 他會比較喜歡老的還是新的 他現在去的不就是新上海嗎 然後對他很麻煩 你也何必 絕對有什麼不好 何必睡不著 應該睡得很爽嘛 過的日子很好 他眼前看到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不是共產主義嗎 是不是 這是他在台灣讀的 中國大陸不是號稱共產主義 那為什麼有人有錢 有那麼有錢 有人沒錢 那麼沒錢 這叫哪門的共產 是不是很笑 是不是 這是不是新月 真新鮮啊 你們不是號稱共產主義 怎麼會變這樣 富人可以夜吃千金 這種東西對人類有沒有啟示 貧富不均的問題是不是 有啟示教主義都是重點 你欣賞文學的 你欣賞音書 就叫掃紅的一種 對人有啟示 個人有啟發 對人類有啟示 什麼叫做主義 就是他的重點 他的內涵所在 竹子大概都是在這部分排出來 都 窮人了 你剛才唸過了 來 你看抓 抓的關鍵字 你看我標出來的 圍城 我不是偏偏 啊這個 叫一下 屏銅 叫不出你們的屏銅 叫我給人 有聽到他聲音 但我有點壯 可是我要盪你們 我最不曉得盪 可是我不能隨便你們脫白 你都不能跟我耳朵 來 我為什麼不要搗亂人 為什麼去搬亂人 主權動 主權動 主權動就分子 要代合到的 我問你共產主義 他們最在乎的什麼 工農兵階級 有沒有聽過 他們國籍上面都有一把鐵刀 還有錘子有沒有 五星級上面錘子就功能在用 然後他們的五一勞動節要不要放下 我們不放下 現在教師姐好他們不放 五一勞動節類似他們國慶 接下來最重大的節日就是勞動節 因為他就是工農兵起立起來 他故意要用勞動人 對不起 這是不是 誒 海進精神開始不好 這要參與你才不會不好 你這日子好 人家不好 什麼詞不好用 為什麼要用勞動人 指揮交通的人又好啦 指揮交通的交通警察或公安 對不對 是不是都可以 為什麼要勞動人 他就要浮潛的位置 就要諷刺 勞動人怎麼淪落在街頭指揮 那些有錢人呢 資本主義 反而在那爽名 當事物格 又在格什麼下 對不起 講錯話 錯話 生活話一點 在格什麼東西嘛 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你就會去賞錢 人家為什麼用這個詞 就是用別的 對不對 他有點激動 就是脫口而出 人家就是要生活不好 學這個不是脫贏相比 所以他要用勞動人嗎 你看 勞動人接著馬上什麼 豪宅就是強烈的 擠在一起 他在罵他 我原來讀的 共產主義不是這樣 不是講求公平嗎 人民翻身嗎 翻到現在怎麼還是這個樣子 那當初給國民政府統治就好了嘛 那搞什麼革命 豪宅高流之外 對不對 大家集在一起 這叫共產嘛 這叫社會主義嗎 還是資本嗎 對不對 日值千金呢 當然 這都是有沒有 我所望主義 來啦 你們最晚也常常愛用所字 所不要亂用 所以教你們所以什麼意思 不肯學 我現在就問你為什麼要加個鎖字 這裡都會寫說 這都是我望出去的上海 可不可以 佳音可以啊 別忘T928可以寫好不好 然後你說不敢大聲講話 至少我問著他 那你要留言我就可以加分 你不留言我沒辦法 留名 對不對 都給你賺分數的機會 你自己要當掉自己 不要怪我心狠熟 我沒有心狠熟 我哪敢心狠熟 到時候上帝問我 我一個玩 都是秉公辦事 秉良心辦事 什麼機會都給你 愛混過的 來湘瑩呢 越坐越後面 照顧一下 有沒有所差在哪裡 差在哪裡 就不要亂用所字 所有意思的 原來講所以是代名詞 它是一個實詞性 就是在所愛就是我愛的 對不對 那所望是不是我見的 有見到的東西 可是他見到東西後面 是不是出去了 得上海已經講出來 這代名詞已經沒有用了 這時候就不是代名詞性了 變什麼 既然是我看到的 所有錢是誰 是你的 不是我看到 是你看到 他這裡變成一種 所有錢的強調性 這是我看到 親眼看到 不是書上教我的 不是老師教我的 這也是個強調 我終於親眼看到 所以這個所有 強調所有錢 是我所 不是你所 是我真正看到 這歸我的 我看到的上海是這樣 即使你看到的上海不是這樣 可是這確實是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 加不加索在這 你自己比較兩句話 加的時候就更有強調的意味 這我忘記 然後屏固實處沒有意思 我所忘出去 他還言下之意也是這樣 我看到的上海 當然未必是你看到的 也只你建議我 可是我要強調就是我看到 所以你以後寫白話文 沒有要強調的意思 不要亂用索字 有些人就不懂 以前有十倍 我不是老是一定都能跟你分析 你所是幹什麼 這就是剛剛我跟你講 我讀完博士我也不知道 跟不要說各位 我就是來教書 我才開始認識所是幹什麼 我才開始真的懂 所以是什麼意思 是來教所 真的 不是我受中文教育 受那麼久懂的 老師也沒教這些 對啊 當你懂 這一種是已經進化 原來是代名詞 後來就變成怎樣 抽象化 好像七星大八對 原來我們說蕭條是草木蕭條 可以抽象化形容經濟蕭條 對不對 對 原來是去向的 代名詞是叫我所忘的 那這一句話可以寫真的嗎 而這都是我所忘出去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上台都不要講出來 甚至把後面的的都省面 的還是代名詞啊 這都是我所忘出去 是不是也可以 這句話還是通 因為那個所原來是代名詞很具象 後來變成抽象化 抽象化什麼 後面具體的東西繳出來 他抽象化就變成強調用法 強調他主詞是歸屬於誰 這動作的主人是誰發出來的 懂不懂 對不對 旺的主人是誰 我 就是那種 強調那麼動詞的主 主體性主人 你看又來了 這個道理類推 是不是就通了 後面為什麼不寫台灣坊間寫的上來就好 而且所寫的 是不是有強調 他們所寫的 不是美國寫的 也不是大陸寫的 是台灣寫的 所以我以前就是讀了這些 都被洗腦 以為上台是這樣 結果不是 再回到這一天的第一個字 是不是心願啊 還有這一天有一個關鍵字 我們剛剛漏掉 沒有抓 親愛的E 為什麼用E ABCDE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關鍵字對不對 通常你不動也可以算關鍵字 懂不懂 總是要留心嘛 他可以用別的幹嘛用E ABCDEFG 為什麼選E 去想 怎麼想 E有什麼意思 E世代嗎 代回二座 所以他文章要探討E世代文化 我怎麼讀這個 E可能是education 有教養的 有文明的 你看他等一下要談到文明 還講到中國的文人風 education 對不對 再來E還有什麼意思 這是英文喔 純英文 還可以想到什麼 明圈 E協身雙關可以協身的嗎 現在國際化了嘛 你文章裡頭 像那個都會寫出英文字母 所以你要跨語言去想 那有時候可能是協身 代回二座可能的 人家不能推翻你的 是讓他緊張 現在話什麼 我想他是所謂E人在隨一方 對不對 E跟E是不是同一 親愛的E 親愛的E 所謂E人在隨一方的E 是不是也能E 那是不是也會可以寫成親愛的E啊 就不想 如果講了我還寫所謂E人的E 對不對 知道哪個E吧 對不對 E所E人的E 是 抱歉我版書很少嘛 有方就是要開心是 就這個一樣 所謂E人在隨一方 那你讀到現在也是啊 沒錯啊 他喜歡他的聲音 對方好像是個男人 啊對不起 你看到現在沒人跟我講 就打歪了嘛 所以我以為入境了沒有 親愛的E 那請問是不是也是在隨一方啊 沒錯 他們隔著台灣海峽對不對 你真的可以講 他這裡就是有遷入這種感覺 帶回去沒有找到毛的門 有可能是對的嗎 你現在問你 聽我在這湖南 我也沒手邊資料 不就這樣推給你講出來 我的答案怎麼來了 對不對 你覺得好像也有道理 就這樣 你要學的是學這個 講出來當時覺得 好像你怎麼想到 那我怎麼想到 要跟你講 用音去想 現在什麼時代 孩子以為中文是中文 英文是英文 常常就會用寫聲去觀 對不對 對啊 英文也是這樣啊 這樣就知道這個鎖字了 你看 對不對 一看到這就知道 他比較同情那些有錢人 還是比較同情世紀小明 這個對人類有沒有啟示有沒有意涵 這樣 有就是重點 對不對 你就知道他這篇詛咒 大概就是要圍到這裡講 對不對 對啊 他絕對不是拜經主義對不對 以為上海繁榮就是美好 繁榮底下可能有他腐朽的意義 作為一個文學家或哲學家 或社會學家 你重視這個 就是怎樣 不要活在文學世界裡 要看看科學的意義 上海很繁榮 難道沒有腐朽貧窮的意義 就好像你喜歡紐約美國 紐約的貧民窟對不對 那叫什麼 維多利 什麼區啊 科普的客人區對不對 那文學家 就常常會在這裡琢磨 諷刺人性 啟發人性 文學又價值就是在這裡啊 不是在那裡 哦 享受紐約的美好 上海的美好的算 這種作品就覺得 不會選來辦本給你的 一定都是對人生 人性有啟發 相去千里 你看他講完了 摸不著味 摸不著邊 哎呀怎麼樣 其實我要批評他一下 對不對 可是別忘記 不要死在一點上 我批評是講負面的人 這我會這樣寫嗎 摸不著邊 聞不著 我覺得這個句子都會有點爛 可是我覺得他是故意用爛句子 第一個他要強調 對不對 在那個 觀光或商業或台灣的文筆下面寫的 你是怎麼樣都沒辦法看清真相 會被他粉絲太多 所以他故意要用這種著劣的地方 去敲擊他 摸也摸不著 聞也聞不著 其他不要講 那不可能每個點名嘛 五官對不對 我們說七星大法裡頭有鼓幫他摸是觸覺 對不對 然後文是嗅覺 那眼睛看也看不著 不要這樣講 這就有點借帶 可是他就是要用這種 來凸顯的 要強調諷刺或批評 還有一個隱含的 那是我昨天被課才發現 他故意用那種拙劣的筆調對不對 一般文筆家不會用那種有點同情 太樸實的 摸不著變白話 不讀書的也會這樣講嗎 對啊 何必要你這個文筆家應該叫講修辭 你看你們做人有時候寫不好 就太喜歡講修辭 反而不好 修辭的高境界是這樣 你到底要表達什麼才要修辭 不是為了修辭而修辭 我會堆積一大堆修辭 或者寫一大堆美好的詞 就是這個會做我不是 要看你要表達的主題 主子相稱 他這裡你看 他喜不喜歡這種繁華 打扮過的上海喜不喜歡 所以他喜歡浮濁的對不對 是不是藉由他這種浮濁的文字 來表示他還保留那種浮濁的個性 今天講他講得很漂亮的話 感覺他也是畫過妝的 是不是 剛剛我是不是踢頭就跟你講 我要先劈你他 背著這也是寫得很爛 這時候還是剛問凱進來 他可以寫好 畢竟他也是個文學一樣 為什麼不寫好 你要注意 他是藉由這種形式表示浮濁的可貴 當然不能浮濁到文字不同順 可是他可以不要用華麗的字眼 他就是不顧用浮濁的修辭 這浮濁在這裡有他一定的價值 你不要盲目去追求那種華麗的外面 結果就像這個上海一樣 我們剛剛是念到這嗎 蛤 對嗎對不對 接下來誰要念 沒有人要念 海經念 看你精神不好 對不起 會不會打擾你休息 真的 不是客氣喔 對不對 當然你沒有睡兩節課 不會給你拖到六十 你課的都沒 你真的累的話 因為你們等一下還要上課 我的課可以睡覺 可是我是要給那個沒睡覺的同學交代 不能睡覺 我會給你高分 可能會六十 可是你畢竟還會上課 是不是你還有講話 對不對 都是綜合平良的 我們都開誠布公 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睡覺等下要打工 你就睡吧對不對 也不會讓你盪 你來了一定都是六十 只是分數高低而已 那你可以課後再討論 還是可以加分 好不好 都講道理 比較像死板 我教你們要活腦筋 不是死腦筋 我自己怎麼可能死腦筋呢 一百億也很不會嘛 就真的累就休息 不累就念課文 可以這樣 那只是鍍鍋喔 那不行 對不對 那就幫你提升精神也是 你應該死 是不是 就捨不得嘛 你們有用心聽課的 他真有洗手嘛 上的那麼辛苦 來唸吧 就去唸 聽著快一點 來 這是最多的 然而我面對 欸對不起 而我帶著古人風精神 七十二夜前面 前面那一段就對了 我這個是照課本來的 七十二夜前面 最後一段 開始 和我帶著古人風精神 大聲一點啦 暫停一下 老師如果是這種語調給你們上課 我看大家都睡著了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變像殘忍呢 我將心比心嘛 我算是一趟這樣 很大的 大聲用力一點啦 你可以把瞌睡筒驅走 我才問你 你真想是真的休息 不要客氣 沒想是要驅走瞌睡筒 你要用力一點 但別人力也擋得上 來 還是這樣 才能怎麼樣 你這個聲音就是這樣 還是抱歉 那不行啊 你還能擋命嗎 你要注意 對啊 我被你 我們剛才馬上就這樣 要久了 我有點聽不下去 我們換一個好不好 快睡著 身體太微弱了 沒關心 你等一下睡著我再醬裡面 那你看誰 心怎麼養醇 要不要 好 還是一寧 念哪裡 念哪裡 七十二月一開始 那一段 然而我面對如今的上海文明 然而我面對如今的上海文明 一座高處寫著文明標語的城市 甚至我在南京動物人行到 那個進步到海看到寫著 做一個追求進步的靈魂 我甚至曾經在一家書店門口看到標語寫著 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言 天啊 這只是發 文書還要 文書還要構上中華民族的 天啊 文書還要構上中華民族的崛起 進步他要為民族的進步 而追求 如果我寫完有一家裡面的文靠寺寫著 新人換真集 這讓你很多的民生之外的感情千萬 真的? 換誰? 崔苡凝 騎的了嗎? 性更更著重 就會 Cartesian review 的字 不如在裡頭的石 是 十年和建成舊 原浮信和納費大縬 好等一下 看到沒有喔 九陽神功第一章 他剛剛會結巴就是白話文 我剛才提起 現在完全他就喜歡寫一句很長的句子對不對 只要你不會斷句的話就會這樣 感覺自己都決定讀不知道在讀什麼 對不對 這要怎麼讀一遍是怎樣 他要斷在哪裡 李白跟杜甫的教 杜甫和李白的交易 那個標準要念意識聲 我們說交易 交易一聽 現在沒有人唸交易一聽嘛 你說哪有什麼標準 看在哪裡標準 當然你們要學標準的 生活當然不一定那麼標準 人家知道標準這樣念意 真的考試出來當然要寫對的 那看什麼場合嘛 生活當然不一定念意 是怎麼樣 斷在哪一個字 是十年不見填下文留言怎麼樣 不信的 對不對 整個修 你看他西洋池那麼長一串 修是什麼 那種大姓 這種大姓是 十年沒有見面 文留言不信 中間是不是好像神戀什麼 雖然十年沒見面 可是聽到人家說你壞話 會不會相信 不會 懂不懂 我跟你十年沒見面的 哪一天聽到 孫子老師今天被抓了 對不對 就好像那個那個什麼 尊子殺人 對不對 尊子殺人 不是媽媽 他不相信後來就信 對不對 那西洋是怎樣 怎麼講他的國慶 對不對 是不是對他完全的信任 這叫大姓 你看他剛剛會解吧 我們的錄音嘛 這樣可能念不到 所以斷句不是光文言文要斷 九陽神通不是開玩笑 不是我身手症的 給你們法寶不肯用 在那只會 良言良語那怎麼忙 把那個精神都用在那裡開玩笑 這樣 可以學到 來再來 而非小信 結果來繼續 來跟我同信 對不對 不學亡靈 不能我望 因我長生亦彈 加心 加意 其心 以此為罪 兄弟之情 以男女之愛 既是來的 大天大地 好啦 暫停嗎 所以兄弟之情強 還是男女之愛強 可是通常人類愛歌頌的是什麼 你看你的流行音樂 大概八成以上都在唱 男女愛情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就是拿這種人類很重視的價值 還舉出另外一個 比這個價值還更高的 是不是就是映襯出來 那個價值更高級 對啊 這種大信物才是值得追求 我們剛剛一開始念課文的時候 凱基念的對不對 那裡有文明 文明是什麼 文明就只是金錢嗎 文明該不該有信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間公司叫什麼 信義房屋 信義房屋 他們也知道信義很重要 可是你真的跟他講信義嗎 就好像他剛剛提到銀行的廣告 他說他喜歡 表面上 我們前面談過實寫虛寫對不對 實際上寫的他喜歡 這是銀行廣告 他喜歡的是銀行的廣告還是這句話 還是這句話裡頭的兩個關鍵字 你絕對不會裝換吧 所以我標納兩個螢光字 是不是信任和真情 才是人類價值的所在 是錢嗎 錢只是基本民生的溫飽 可是我們有時候都太在乎這個了 我們把那個 那銀行家或者做商業人 他為了賺錢 他讓人講這些漂亮話 我問你你真的欠他錢卡在的時候 他會跟你信任很真心嗎 可是如果杜甫欠李白錢 或李白欠杜甫錢呢 他會像銀行這樣吹在他 對不對 當然我們講的不是那個惡性 跟他借錢不還 真的有困難 可是你真的有困難 你說那些銀行家會怎麼對你啊 更不要講地下城莊 對不對 在借你錢的時候一定什麼好話都會講 We are family 是不是 真的是 family嗎 對不對 他在這裡是不是就要講的那些 所以他前面寫一大堆什麼 你看我帶著古人風 既然是古人 又不是現在的上海 再回到剛剛的鵝黃黃 傅凱欽救你一下 是你抓鵝黃黃嗎 還是你抓 鵝黃黃是不是就是過去的照片 子也舊 古人風 古不是舊嗎 我是不是講過古有舊的意思 來你的舊舊台語怎麼念 是不是念古 不就念古跟古同音啊 舊舊的舊跟新舊的舊 是不是都自念那個舊 舊子的舊 舊子的舊 舊子的舊是念上面那個舊 楚舊 有沒有 新舊的舊那個舊是不是在下面 他就是念那個舊 兩個同音 當然就古就是古啊 既然舊舊可以念古 當然新舊可以念古 這古的又是舊的嘛 已經過去了 現在大上海人還講不講這一套 信任真情 還講不講古人風 當然是一個問號嘛 眼下是一段又不講已經過去了 逝去的靈活 是不是 然後等一下 這一句話也是口裡斷去 都這樣 才能讓我免於在中國面對強大 我問你在中國的主持是誰啊 你讀不對還以為 對不起 讀不對還以為是什麼 還以為 在中國 中國這個國家 面對強大的洪流被淹沒 被淹沒 被淹沒的是誰 中國 那就錯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 要照這種長句子 有時候你一塞不得懂 你為什麼 這其實他主持是誰 誰被淹沒 是中國被淹沒 還是他被淹沒 蛤 是我吧 我免被淹沒 你知道嗎 是我做這個 免在中國 這個在是 人在這個地方的災 不是時間的災 比如說我們在中國 被列強欺負的時候 這時候是時間的災 對不對 這時候誰被欺負 是我還是中國 是中國 是中國 所以可以這樣造句 我在讀這句的時候 有時候都以為是 中國被淹沒 你在讀這句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問題 小禮友就是這樣 主持有點 不小心抓錯又麻煩 對不對 所以還是第八招 要抓這一招 是我被淹沒 不要弄錯啦 我在中國 因為上海是不是中國第一大臣 他可以借贊 他怎麼會拿一個小禪式代表 怎麼中國當然不是啦 上海大家會想到 第一個城市 不是北京就上海 對不起中國第一個想到 不是北京就上海 那不要被冤枉怎樣 就要有古人風 不能有現代人風 現代人是什麼 也許信任和徵集又少了 也許金錢比較講究 日子千金 這都是關鍵字 注意他古 還有文人的感動詩詞 為什麼會選擇大學國文選 我想這也是一篇 來了 古人講完講如今的上海文明 到處寫著文明標語 你看他為什麼要注意 白話文 因為已經有標點了 你看那個古書都沒有標點 所以標點是後來人家不重要 然後看人家怎麼標 可是白話文學通常是作者自己 那他會標銀號 可能就有意思 就不能等錢看 通常我們會把銀號標起來 標是什麼 像中國大陸 假如要稱我們這裡叫教育部的話 他會嫁個銀號 因為他不承認我們是國家 不承認我們是一個政權 他就覺得這是未政權 對不對 就會加銀號 所以加銀號通常會有什麼 否定或是認為他是假的 這裡文明一樣 他一語雙關 到處是不是都有一個標語 上面寫著文明兩個字 這時候你也可以加銀號 寫著文明這兩個字 是不是加銀號 第二個含義就是文明被光起來 加銀號好像就是假的 只有口頭上的文明 可是人的心靈有沒有文明 七星浪還要來 只有物質上的文明 心靈有沒有文明 難講 可是我問你真正講文明 你們到底是要側重心靈層次還是物質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 現在都是現在文 我們現在時候你們平常講 現在世界 不要講我們國家社會 通常講說這是文明國家 第一個人家講的還是覺得是進步 生活水平高 絕對不是講生活素質 重的都是金錢面 物質文明 也是像開課 所以我都不是跟你講錢 今天你上課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真正平良心想 真正的文明 是物質文明就可以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推什麼的運動 是不是希望有我們四個文明的 最近我昨天瞄到一個廣告 戴清德院長說 我們國家要進步 全世界要看到對不對 使錢防治什麼的 才會更文明 他講的當然不是光金流透明的文明 而是我們的操守 我們在講精神成縁 想說你只有物質的文明 怎麼可以配得上文明兩個字呢 他就變成只有一個空格子的文明 所以他會加一股套起來 有沒有看到 你看白話文學 不可能給你足字屬於給你講 可是我們上到現在的文明 是不是抓關鍵是 去想他這些文具裡頭 有什麼深刻的遺憾 這些遺憾對人 不是有什麼諷刺或其他性 是不是 我會這樣讀 我就懂得你去欣賞 懂嗎 欣賞 你真的懂 要下課 下課 下課好